慈禁医院和吉安乡卫生所合作 在吉安各村举办了 私自友善的宣导活动 透过土豆剧团贴近生活的演出 让大家认识私自症 也了解如何照顾私自症的长辈 吉安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到场 和老人家们互动 同时强调吉安乡要结合公私协力 营造友善安全的健康生活环境 让乡亲们幸福平安 吉安乡长游淑珍和社区老大人们 一起玩手指鼠术游戏 要训练手脑协调和记忆 这是吉安乡举办 私自友善社区宣导活动的现场 乡长游淑珍表示 吉安乡要结合公私协力的量能 营造友善安全的生活环境 让营法长辈们活得快乐又健康 友善社区私自宣导在吉安 谢谢我们慈禁医院 以及我们卫生所 为我们开启的一个社区防护网 来为我们的营法族的长辈 以及我们的家人们 开启对我们老人的一个 关怀的益助的活动 今天在我们永安活动中心来进行 除了桌游呢 我们也必须要让我们所有的家人知道 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生病了 我们要如何来照护 尤其是在整个喘息架的一个统整跟协力上面 我相信德州市家人很重要的一个慰藉 还有呢最大的协助 在这里吉安乡公所愿意为我们的老大人 在毕生劳碌跟奉献之后 开启了一个照护跟养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相信我们跟专业的医疗一起来 让我们公部门的力量来协力 为我们的长辈开启我们安养跟退休的春天 吉安乡失智友善社区宣导活动 是由慈激医院和吉安乡卫生所共同办理 8月1号起到10月31号 在各个社区总共有9个场次的宣导 活动特别透过素人演员 土豆剧团贴近民众生活的戏剧演出 让大家了解失智症在生活当中会出现的情况 活动现场还有趣味闯关游戏 大脑检测DIY手作等关卡 让参与的老大人们动动脑动动手 也让家属可以认识失智症 了解预防失智症和如何来照顾失智症的家人 后续还有7场次的宣导活动 民众可以向吉安乡卫生所来询问 演出的时间和地点 这里会吉安乡报道